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神明的法 2018年这一场佛欢喜日 孝卿报恩祈福法一为超过一百多位仪士祖先隐魂来到谈前 我感受到不同世事祖先的苦 我亲自为自己的祖先抄拔 也是以相同的心奉祀每一位与会大众祖先的心 今日 我引导与会者依念父母与祖先来到现场 送念父母恩仲南报经 许多人不经泪流满面 今日有许多话想跟与会大众分享 聊人死后的世界 聊灵界的世界 聊念经与持咒如何观想 聊灵修派如何在灵动中化解祖先业与星星 聊如何在生活中觉知自己的业重 聊如何修原神化解类似的祖先业 聊如何直观今世的核心课题 谢谢宇瑟老师办这场法仪 谢谢苏先生以及其他学员的帮忙 一开始先进攻防时 感觉到很庄严和严肃 但心感觉是很平静的 当开场是先送普门品时 自己意识到 自己整个超专心和意念诵经 而当要开始为祖先诵经时 宇瑟老师要我们意念自己很多的祖先 在法仪现场时 而当师兄和老师开始诵经文时 我意念这祖先在法仪时 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体开始有个很强烈的气流出现 一直不断的在身体串动 一直让身体不断的晃动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而我只能告诉自己专注意念于祖先 先不理会身体的状况 在这同时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想哭 而且还有一股沉重的力量在肩膀上 之后在诵经的中间 感觉有些祖先好像消失了 这身体的晃动和想哭以及沉重力量有削减 但是当我在意念自己的祖先 又有出现其他祖先 前面的那些不适感又再次出现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削减 直到诵经结束后 我的身体和意念才得以放松 在道诵报父母恩时 当宇瑟老师说意念自己的父母在法仪时 我刚诵经没多久后 开始感到难过 眼泪一直不断想夺旷而出 而中间有数度哽咽 中间在诵识恩时 觉得有些无法对应到父母行为 但是我会告诫自己 或许没有 但是不能抹杀他们的其他恩 而且或许是父母有付出 但自己却不知道 在送报父母恩时 心中的愧疚感一直不断出现 很像在佛陀面前向父母忏悔自己的行为和态度 在后面念要师佛的解冤咒时 语瑟老师要我们自己意念与父母或和他人之间发生不愉快之时 当师兄们开始送解冤咒时 我开始一个一个意念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幻化成一条线 每意念一个人就变成一条线 连结成缠绕在我的身边 再变成好多圆圈环绕在我身上 与此同时好像突然发觉到 自己的行为与意念 就只是在这27年间 就这么多的结在我身上 难怪会说自己的意念与行为 你无法说是前世造成 因为无法得知 或许就是你现在就在受自己所造的业 而且很神奇的是后面这样 好多圆圈有换成像花苞一样 而我在中间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意识到好像一个还没开的莲花 在送解冤咒时 可以感觉到这还没开的花苞 还有的解了 结束后 感觉自己的人生还有好多路要继续走的感觉 同时也觉得做人真的好难啊 在回家的路上 也感到一股舒适的感觉 真心感恩谢谢这7月的特殊月份 谢谢母娘观音菩萨的法 谢谢雨色老师伴这场法仪 谢谢苏先生以及其他学员的帮忙 同时也谢谢我临世历代祖先和父母 让我有机会这样参与到这殊胜的法仪 真心觉得有参加到这法仪真好 先佛菩萨已经做好结界 当天白天都是这种感受 虽然可控制 但那久违强烈的感受还是无法压制下来 到达会场楼下走上楼梯 十月一楼半时 明显感受到此场的不同 觉得怪怪的还以为是错觉 还故意往回走几街再往上走 那种环境此场的差异性很大 这个地方先前我已来过几次了也没有如此的感受 第一个直觉内心一说 先佛菩萨已经做好结界了 我算是第二位到达的 我的朋友已先到达会场 跟有人聊了几句后 我决定先静坐将心安住 为了使自己能够感受到母娘 在现场静坐一会儿心安住了 张开眼回头看 与会的朋友们都已经到了 而现场却是出奇的安静 每人都静坐着 整个会场气氛有种沉静安住的感觉 不久后与瑟老师进来 与会朋友们还是持续的静坐 沉静安住的感觉没有因老师进来而有所改变 宁静与宿静是一种专注于心 收摄于当下的结果 这也是对于宗教的尊重与自我尊重 因自永口静与心静 在求与先佛菩萨和一知吉祥书胜 可以感受到哪一股磁场降临 一切都是机缘以及缘分 真的很感谢您的分享 让我们了解您的内心感受到的母娘 是这么样的慈悲以及庄严 当天参与虽然无法目睹母娘法相 但是可以感受到哪一股磁场降临说 哪种感觉是真的只能现场的学员感受到的 感谢母娘慈悲 有幸可以参与真的很开心 也谢谢宇瑟老师不辞劳苦 也让大家感受到母娘的慈悲 谢谢母娘 谢谢宇瑟老师 眼泪又不受控制的掉下来 一分之八七性一直忐忑不安 经过昨晚的洗礼 情绪是喜 平淡 进入教室感受到一股温许的感受 随之让心静下来 开始静坐 突然感受到很慈悲的气场 让我悸动的又喜又惊的将毛孔竖起 眼泪又不受控制的掉下来 感受到一位很美丽 气质 稳重 庄严 智慧的年轻女生 她 我心里很害怕靠近她 我 在这里 我做的吉差把生活弄得乱成一团 她 高潮与低潮 都是苦 这就是人生 你做得很好 我 羞愧到无地自容的说不出话来 不是祖先选择了我 我们与祖先 父母的关系 不是祖先选择了我 也不是父母选择了我 更不是我们选择了他们 是业力选择了我们进入在这一个大家族中 共同完成彼此人生的课题 不好的习气 磨练我们逆增的智慧 好的习气 考验我们精进的智慧 今生心性与人生不好 不要埋怨祖先与父母 要回头看顾我们的自己 在这家族中 我们够努力让自己回归中庸 知道吗 我们对父母与家族或许有种种因素 我们无法感恩 但至少我们必须学习 接受 接受 不是谁对谁错 接受 是一种真正的面对 这就是报父母恩 以及为祖先拔肚的意义 一则网友的分享 很感恩母娘 这次的颤仪举办报父母恩 父母亲很早就往生了 一直很想帮他们做些什么 当我看到脸书的口文 马上就填写资料 报名 报父母恩 当我填写资料时 突然让我觉知到 我的夜习性观念来自母亲 它深深的影响着我的人生 习惯与个性 原来连结得如此深 虽然平常上语色老师的课程或讲座 老师的观念让我改变 许多的人生观念 也让我改变修行观 但是看到自己的问题 明知道却还是改不了 某些的问题 却如影随形地影响着我 这次报名时 却让我知道真正的问题与原因 MING PAO CANA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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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